每年我们在行动通讯大会上可以见到展出的往往不只是小小的手机,平板这些产品有时也会有一些大玩意儿。 而这次我们在展场看到的,就是BMW的冲击概念车。 最大的水箱罩这样的设计一度让很多BMW车迷无法接受,认为少了原本车头的优雅而太过于鼓夸, 不过当车辆可佐时,这个水箱罩会呈现蓝色光晕,并且将车窗和车灯等所有玻璃配件会流畅融入车身设计,让视觉力体系更强。 驾驶时采用了一种在圆角的右边形方向盘设计,有自动驾驶与手动驾驶两种模式。 方向盘在仪表板下方,自动驾驶时会往内抒起脚踏的部分也是,自动驾驶模式时脚踏会抒起变成一片平板。 来看看车尾,与车头的浮夸不同,车尾看起来有点可爱啊一样是用蓝光线条来装饰, 包括车尾的两个胃排系头挡风波与全景天窗合为一体,应造出透明的车内视野。 BMW在这款车上强调了女型科技,车内任何表面都是可以互动的界面,可在中央安座上的木质表面完成操作, 在木质表面进行操作时,魔法般的光点便会随着手指来回移动,后座乘客也可以触碰后做雨飞的提花杜料, 透过手势控制播放音乐。 根据BMW表示,在未来,科技不再是重点人才会是一切的核心, 所有数位科技都会因应驾驶或乘客有需求时,才会显现出来这是迈向未来智慧的一大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